陳健鋒自 2010 年釀滿無線後轉至內地發展 但近年因為受腦血管遺傳病影響膽出演藝圈 更加一度轉行做潛水教練 不過在 2021 年 他有沒有牽涉到潛水學員匹幣事件 受風波影響更加搬屋比勢 之後一直低調甚少分享近況 日前有網民在加拿大多倫多機場偶遇陳健鋒 不過想中所見 陳健鋒獨自坐在餐廳內 身材明顯發覆不少 連頸部及背部都十分厚肉 而且未有提鬚 與過往青嶺白痴的形象相差甚遠 網民紛紛留言感嘆 昔日的英俊小生已經不復存在